北京奥运的消息 中国香港体学会继奥林匹克委员会昨天宣布 北京2008奥运会香港区火炬接力将于5月2号举行 奥运火炬将途经九龙新界和港岛各区 向全世界展示香港独特的气质和优美的景色 整个活动将历时8个小时 5月2号上午奥运火炬接力起跑仪式将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之后120名火炬手将通过跑步或者乘坐车辆 龙舟和船只等交通工具传递奥运圣火 途经香港各个著名景点 最后在湾仔金紫金广场举行闭幕典礼 奥运火炬手登龙舟是香港火炬接力的一大特色 其实奥运火炬手乘坐的一条龙舟将在多条龙舟护送下横渡城门河 此外在奥运圣火抵达香港时还将举行迎接奥运圣火仪式 火炬接力期间很多社区还将举办庆祝活动 市民可以通过电视转播收看火炬接力盛况 香港特区政府网站昨天开设了北京奥运香港区火炬接力网页 从3月起香港18个区还将举办奥运火炬接力巡回展览